在其實莫拉克來臨之前 我們原住民就開始 就是少量的在種植咖啡 因為在當時很傳統 就是我們泰伍鄉 吳拉魯茲部落的居民的 這個作物 那大概就是收成 大概不是 就是價格上來講 沒有咖啡好 因為是一個新鮮的一個產品 那但是就是說 在莫拉克之前 最有零星的種植 那但是在莫拉克之後 我們安居了 那居住安全了 需要一個產業重建的一個主軸 那居民討論之後 就想要繼續 就是來發展咖啡 其實當時也是就是說 在充分的討論 然後就是 研理書這個方向之後 有了共識 就是居民 然後在政府部分 重建會部分 就是就我們這一個主軸 來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協助 那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回頭過來想 回頭過來看 那當然就是說 當時做的非常多的一個決定 跟非常多的一個基礎的建制 其實對往後的我們 胡拉魯茲部落產業的發展 其實都是有一定一個關鍵性的一個影響 當然縱觀就是整個就是莫拉克災後 那我們各永久屋基地的產業發展 當然就是說 有非常多的 呃 我們很直率認真的來看 當然有一些的 呃 目前的部落的走向 跟他當初設定的產業的主軸 是有一些 有一些變化了 那但是以我們自己 胡拉魯茲部落來看的話 那的確是就是一心一意 要做這一個 咖啡產業 那所以就是說 有階段性的一個 工作的一個分配 還有就是各部門間 就資源的一個配套 那所以當然就是說 重建會給我們討論 然後出了 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 產業重建的一個主軸 那其他各部會 勞動部 那還有圓民會 那後續的 每個階段的協助 當然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其實真的就是 端看各部落 他們就是在後期的發展 還有沒有就是 還是一樣 繞著這一個 當初在重建時期 所制定的這個產業的主軸 去做發展 那當然就是 造成的結果就是說 目前 有的變化 那有的還是就是 持續的在 這條路上來走 那就以我們 烏拉魯茲的 咖啡生產合作社來講 那當然當時是在 也是在重建會的規劃下 有勞動部來協助我們 就是做所謂 賠利就業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那就是全面性的 就我們咖啡產業 鏈包括生產 製造 銷售 所需要的人才 來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培養 那所以也造成了 也吸引了我們非常多的 所謂就是 外地的 我們自己部落的青年 那甚至是 鄰近周邊部落的青年 移居到我們 烏拉魯茲部落 那以現在我們合作社來說 我們總共有17個合作社的員工 那有9乘5的 是屬於我們原住民級 那有8乘是我們自己原住民的 泰伍鄉的鄉親 那平均年齡大概是在35歲 那我們在人才的培養部分 當然就是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那就是我們引進了 國際級的師資 然後還有就是專業的技術 那也是就是陳如上訴所提到的 就我們整個咖啡產業鏈所需 生產、製造、銷售 所需的人才全面性的培養 所以經過這幾年 十年的努力 我們目前 我們合作社擁有 國際級的杯測師 就是CQI的QGrader 這個全球大概是將近 4千多個 4千多張證照 但是我們泰伍咖啡生產合作社 就擁有5張的 這樣的一個證照 國際級的證照 那還有就是咖啡後製師 也是CQI Level 2 就是第二級的咖啡後製師 也擁有4張這樣的證照 我們開始在 就我們產業面向所需要的人才 就是從所謂的就是一個 國內符合 符合國內市場需要的 一個層級來培養 那現在已經進階到了 所謂以國際的一個標準 國際的一個課程 來就人才的培養 那我們也就是培養出了 我們在2017年 我們屏東咖啡烘焙賽的冠軍 也就是由我們 烏拉魯茲生產合作社 來培養出來的 我們原住民青年 我想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我們等於說 第一位我們原住民級的青年 在台灣各縣市或是全國的烘焙賽事 能夠拿到冠軍這樣子的一個殊榮 那當然第一個階段我們可以講說 已經達到了一個 所謂就是說階段性的目標 跟階段性的任務 那下一個階段我們除了持續要培養 我們的人才跟國際接軌之外 那第二個重要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是就著政府的協助 勞動部的協助 讓我們青年回到家鄉之後 有了一個基本的一個收入 那我們下一個階段 就是讓他真正能夠達到 所謂創生的一個目的 他回到家鄉 能夠結婚 能夠生子 因為我們可支配的所得的提升 這個是對我們下一階段 不管是技術的精進跟國際接軌 那第三個是 只去提升他的一個 可支配所得 讓真正的他們能夠安心返鄉之後 達到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思考 我要就是結婚升職 然後在部落扎根 繼續的持續這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第二個階段 我們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然後還有就是就人才培養的部分 我們所要繼續完成的 我想當時就是說這個是非常多人問我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麼多原鄉都在種咖啡 那就是彼此之間的一個競爭定位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能夠讓我們原住民更多的收益 然後讓改善我們部落族人的經濟生活 這個是都是好事 那其實就是說 老實說就算今天我們全省 我們全台灣的所有原住民地區都在種咖啡 其實也不是壞事 只要能夠貨銷的出去 把錢收進來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原住民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但是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比較重要的是就是說 整個產業的定位 還有就是說自己地區的一個定位 還有就是說目標客群 就是我們所謂回歸到行銷面 回歸到消費者面的一個需求 我們用HTP來做一個定位的一個方式 那我想我們在這邊在烏拉魯茲比較不同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完全是以就是國際的一個標準 來看我們的部落產業 那我們因為畢竟咖啡它是在全球的咖啡市場上 僅次於原油的第二大的期貨交易標的物 我們全球一天大概就有數億杯的咖啡被消費掉 那我剛剛也提到了 就算我們全台灣的原鄉部落都在種植咖啡 老實說還是沒有辦法供應我們全台灣的 一年的咖啡的一個需求 所以重點是在怎麼樣定位 怎麼樣子跟消費者溝通 讓消費者願意付比較多的錢來喝到我們原鄉的咖啡 我想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那第二個就是陳如剛剛所提到的 以國際級的一個標準跟水準跟方向來定令我們就是地方產業 我們部落產業發展的一個路徑還有就是跟一個努力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方向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為跟國際接軌之後我們就是不管是分級不管是我們的交易不管是我們的所謂對農民品質的一個要求都有一定的一個所謂的一個規範 那我相信就是說在短時間之內可能就是還看不到非常大的長遠的一個效果 那但是就我們中長城來看他絕對是一個就是說把部落的產業跟國際接軌 甚至拉到一個所謂世界這個咖啡產業的浪頭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決定 那因為畢竟就是說我們能夠將部落產業去拉到一個國際級的標準 因為我們其實具有的先天條件 我們所得產地還有就是說我們在政府的協助之下 我們的生產機具還有就是說我們的所引進的技術 我們擁有的這些資源其實都不輸入國外的任何一個產區任何一個國家 那我想在這樣子的一個努力方向之下我們很清楚的就能夠定位 它是一個屬於部落的一個產業但是它又是一個國際級的一個標準跟水準跟品質 那我想這樣自然就能夠就是在部落間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定位跟一個發展走向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在莫拉克時期就是也是被充分被討論的 那當然就是說鄉親很急啦 就是認為說我們除了咖啡都沒有其他東西了嘛 當然就是說一般民眾對原鄉的一個概念好山好水應該東西很多 那只不過就是說在莫拉克時期 那其實大家有這樣的公司先以咖啡作為核心 那就開始去捲動就所謂的周邊 那所以我想第一個階段我們大概就是說把咖啡的這一個產業鏈的雛形 生產製造銷售大概慢慢建立起來了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周邊的其他的物產 然後甚至就是說文創產業能夠進來 那所以在現在大家也在探討就是說我們太武鄉的嘉興村 有非常深厚的一個木雕 排灣族木雕的一個底蘊 那所以也正在也是透過中央政府原民會 以及我們地方太武鄉公所 那還有就是部落居民共同在討論 在做這一個所謂就是文創產業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想法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最後是由咖啡作為核心 文創捲動進來之後 最終是有所謂的旅遊產業 是我們大武山的就是生態旅遊也好 那或者是我們專業的咖啡郵城 那或者是就是一個結合原住民的農特產咖啡 再加上就是我們的文創產業 木雕為根基的這樣子的產業的一個完整的太武鄉郵城 這個都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咖啡的樹下我們能夠種植的 所謂就是包括就是中藥草植物 還有就是我們目前做部落的廚房 我們所需要用到的草本 還有就是香料作物等等 這也是我們未來努力發展的面向 那另外一個層次就是 我們在從事咖啡的製造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下角料 下角料能夠來做循環經濟的一個運用 下角料就是我們從事咖啡製造的時候 我們摘了咖啡的鮮果 我們叫Coffee Cherry 那它的果皮果肉 還有就是它的銀皮 還有Parchment 就所謂的果核果殼 都能夠來被另外的開發運用 那這個也是我們目前在努力的方向 那甚至是一棵咖啡樹 它的咖啡的枝葉 因為我們其實咖啡還是果樹的概念 在做一個就是林間管理 就是我們的農園管理這樣的工作 那所以我們為了能夠得到更好的咖啡的 而鮮果的果實的品質 所以我們會就是把土長枝 過多的枝條修剪下來 那我們目前也運用咖啡的 修剪下來的這個土長枝 枝條 樹葉 我們來做咖啡的葉茶 那我想這個在全球上來講 大概目前也只有 我們跟就是加拿大的公司 有在從事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製造 我們無非是希望提升單位名機的產值 讓我們的鄉親能夠 因為咖啡產業能夠有更多的收益 因著咖啡產業 我們能夠在政府提供我們這麼好的永久 無幾滴能夠安居 而後能夠樂業 是這樣子 就部落旅遊來講 其實我們發現就是 對部落的經濟其實是 更直接的一個貢獻的一個方式 因為遊客進來 要吃要住 那甚至要玩 然後要帶伴手 那整體的一個經濟效益 縱效會比較大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烏拉魯茲部落 我們在從事部落旅遊部落導覽的時候 我們大概把它定位在 咖啡相關的一個 所謂就是說 專業的一個導覽課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了就是 重建時期所 給予我們良好的基礎 我們有台灣第一處 所謂符合 就是有機咖啡前後製的一個處理廠 那我們又申請了符合國際標準認證 台灣第五處 就是符合國際標準的一個 咖啡飛車認證教室 我們這邊可以吸引的消費者面向 不是僅僅只有台灣的消費者 我們這邊可以吸引的是國際級的 所謂就是說 對咖啡的喜好者 對原鄉文化有興趣的消費者 還有就是對 所謂就是我們 北大五山生態旅遊有興趣的消費者 來我們這邊從事觀光旅遊的這樣子的一個 事情 所以我們在部落旅遊 在部落導覽的部分 我們還是以咖啡為核心 來做專業的導覽 跟專業的旅遊 那我們在就是產豆季 就是所謂的採摘期間 我們在每年的十月 也有就是專業的所謂的柴果團 這樣的行程 能夠讓消費者能夠來到部落 體驗就是咖啡的柴果 然後還有後製 還有烘焙這樣子的一個專業郵程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 烏拉魯茲部落在發展的一個 部落導覽旅遊的一個面向 我想其他的永久屋基地 我可能就是比較少過去 所以我沒有辦法就是 就其他永久屋基地的狀況 來做一個就是評判 或者說做一個 說評分也好 那但是就我自己的 所在的烏拉魯茲部落來看的話 我想其實歷經重建的所有的 不管公部門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協力的 私部門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在地的居民 都有非常深的感受 我們自己烏拉魯茲部落的 從一片平地 到目前今天 大家居住在這邊的一個感受 我相信我們的感受都非常的深刻 第一個它算是就是 所謂就是以永久屋基地來講 入住率最高的一個部落 那我想我們部落也是一個 很特殊的擁有第二期 工程的這樣子的一個部落 我想如果不滿意我們這邊的生活 不滿意我們這邊的部落的 規劃狀況 我想不會大家想要擠進來 就是還有再有第二期的這樣子的一個居住空間 那我想今天如果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再去問我們部落的鄉親 我們要不要第三期 我想我們的鄉親應該 超過一半以上會說如果能夠有第三期的話 那是最好的 因為其實它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 它是一種新的一個所謂部落融合的一個方式 讓我們的部落鄉親就是真正的認知 我們雖然舊部落是在大午山上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安定在烏拉魯茲部落了 不管是老一代年輕的 那甚至就是說我們中年的這一代 大家都有一個新的想法 烏拉魯茲是我們的根 是我們的新的一個所謂就是說部落的核心所在 那當然中間有歷經非常多的所謂就是說 不管是定位的一個問題 或說對傳統文化的一個傳承 或者是說對產業發展的這些討論 但是我相信在十年後的今天回過頭去看 我想烏拉魯茲部落算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典型跟範例 因為就我們正在討論的 正在談這個問題的同時 那我想就是我們部落的青年會 正在我們烏拉魯茲部落咖啡館的二樓正在開會 其實我們只是在不同地方 但是我們的心靈聚了 我們的心靈聚了 對傳統文化的保存 我想就會有符合現代的一個做法 還有符合我們現在人在平地 我們需要的一個新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對傳統文化的保存 其實並不會造成衝突 還有也並不會造成就是所謂斷層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以烏拉魯茲部落來看 我們當然就是也藉著這個機會 可能也反映其他鄉親的一個心靈 我們當然非常希望 我們有後續的機會 能夠讓大家真正的都住在一起 住在這個部落 是這樣子 最近都在封那個地方創生 我們現在也在協助太吳鄉公所在規劃 就是太吳鄉地方創生的計畫 這個是國家重要的一個政策 人口過度往六度集中 那所以就是說而且生育率過低 那地方創生當然是學習日本的 這樣子的一個精神跟做法 你要去營造一個產業 讓年輕人願意回來 或者說移居來這邊 為了這個 因著這個產業 那所以就是說 地方創生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一定要有產業 跟過去就是專案補助 比如說我蓋一個天空步道 這個就是產業嗎 不是 而是它要就是很完整的 誰來營運 你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那你賺錢的模式是什麼 那你大概能養活多少人 你大概能夠吸引多少人回來 或多少人來移居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那我們就是很重要 就是一個人口結構 還有就是說 這十年人口的一個消長 我們有一點 因為其實現在太武鄉的地方創生 變得非常搶手 因為就是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了 以咖啡產業來講會有一定基礎 所以我們目前的紀錄是 十三個大學進來搶 那大學為什麼要來做這個事情 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個叫做 大學的社會責任 那教育部有一個方案 叫做UST的一個計畫 那大學的一個社會責任 他必須要進來協助 各地方政府來做一個提案 那他們會有他們自己的一個 project的一個協助 那我們在提這個案的時候 太武是很搶手的 那但是我們也有稍微有一點 就覺得 有一個難處就是說 過去這十年 幾乎每個屏東縣 每個鄉的人口都是負成長 泰伍是正成長 那所以變成說 我們要去提地方創生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基礎產業 然後有一個營運組織 比如說合作社 然後有年輕人真的都回來了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哎呦我們就是 不知道怎麼解釋 就是我們的人口是成長的 其實這個跟就是 烏拉魯茲這個永久屋基地 一定是有正相關的一個關係 因為十年了 而且就是說 因著烏拉魯茲部落 我們不敢講產業啦 就是說這一個重建基地的 一個完成之後 大家回來的人真的是比較多了 所以跟其他的相比起來 有很明顯的成長